白纸上如何画梨花? 花青加藤黄调出绿色,画在花朵位置 笔尖沾太白色画花瓣,两笔点出一片花瓣 正面的花瓣要圆润一些,五片花瓣围同一朵 侧面的花朵花瓣要略小一些 未开放的花苞也不要落下 用勾线笔沾更浓的太白色画蕊丝 注意蕊丝要有长有短 再用浓墨色点出蕊丝上的花药 花青加藤黄色画叶子,两笔组成一片叶子 再画出连接梨花的花茎 折墨色画粗质感,轻轻连接上花朵 最后在花朵旁点出浓淡不一的绿色小点 一只雪白的梨花就点出来了,你学会了吗?